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和大家睇個故事 這個故事說 一個女人 被人家暴十年之後 他選擇去做哭靈人,一場還可以賺到三千元那麽多。 到底是什麽叫哭靈人呢? 一場賺三千元,到底是一個什麽職業呢? 我們一齊看看吧! 今集講的故事,這個哭靈人就叫做李美珍, 而她就被人叫做哭靈界的女神。 而李美珍就在1972年福建省長樂市, 一個偏僻又窮的村莊出生。 而當時這些村莊都有一個觀念,就是養兒防老。 亦都是因爲這一個觀念令到當地家家戶戶都生了好多小朋友, 而李美珍家,兄弟姐妹一共有八個, 而她自己就排行第三。 而她仍是小朋友的時候,就已經要承擔起照顧弟妹的責任。 由於家裏那麼多小朋友,家庭經濟可想而知不會好得去哪。 而且她們當時是住木屋的,每次打風下雨, 房屋幾乎倒塌。 而李美珍和那些兄弟姐妹只能夠找些東西擋住, 然後在地上睡覺。 而為了餵飽整屋那麼多人, 李美珍的媽媽就唯有在耕田之餘做些整線的手作仔, 就不可以去市場賣,就去換錢。 而家老爸就去了武漢打工,養家戶口。 但是這樣,家裏仍然都是窮呀。 在李美珍的記憶裏面,她從來未試過穿新衣服, 未有吃過一頓飽飯。 俗語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李美珍是經常對父母的辛苦感同身受, 很早有董事,經常幫家裏做很多超乎年齡的工作。 然後很快去到入學年紀,就算家裏再窮也要供小朋友讀書。 就是這樣李美珍入到學校讀書,成績好好的名列前茅。 她曾經亦都想著讀書去翻身,成為一個教人的老師。 但這一個是遙遠的夢想來的李美珍, 很快就面臨著初中畢業絕學的現實。 由於家裏的經濟差,另一方面, 弟妹都要上學開支太大了, 她就選擇主動絕學,為家裏減輕負擔。 她沒想到她去到18至28歲, 這10年竟然是跌入人生最黑暗、最恐怖的時期。 其實幾乎她是想求死的。 去到1990年,18歲而且沒有讀書在家裏的李美珍, 是村內很多人都想追求的對象。 而在沒人婆強勢的說服之下, 她父母就同意把女兒嫁給同一條村內的男人, 因為對方給的彩禮很高, 沒辦法拒絕。 這一場婚姻其實跟賣女沒有分別, 是完全將李美珍鎖死的。 而李美珍的老公是沒什麼讀過書, 又是家裏唯一傳宗接代的男丁。 由小到大,家裏都很縱容她, 所以比起很暴躁, 整個市井流氓, 而且很高傲, 看到自己很厲害。 只要有少少事, 不順她意, 就會用暴力。 而正所謂嫁雞除雞, 嫁狗除狗。 結婚沒多久的李美珍就跟著她老公去到廣東工地打工, 而實際上李美珍生得幾美, 年輕的時候。 但她老公不太疼她, 在她老公眼裏, 老婆只不過是她用高價買回來的奴隸, 需要給她指指點點, 亦不配有人權, 甚至說得白點, 連家裏的狗都不如。 就是這樣李美珍在廣東打工期間, 隔幾日就會被老公拳打腳踢, 人格侮辱, 就算她把家裏照顧得幾好都無用, 她從來沒受過什麼好的臉色, 原本以為生了兩個兒子, 她老公會對她好些, 但沒想到, 變本加一來, 就連奶奶都趁火打劫, 連同兒子一起欺負自己。 就是這樣長期的精神和肉體雙重折磨之下, 李美珍對生活是徹底失去希望的。 有一次又經歷到老公和奶奶的虐待之後, 她竟然突然之間拿起磚頭對著自己的頭打下去, 這個動作是嚇到兩個尸部的人好驚, 就送了去醫院才叫搶救她回來。 也是這一次經歷, 28歲的李美珍決定在這場十年的婚姻折磨中要抽離。 18-28歲可以說得上是李美珍最好最青春的時光, 但是就在這場不對等的婚姻裏面將她的人生消耗待盡, 甚至乎差點命都沒有。 從此之後, 她不願意再過街下籌生活, 由這一刻開始她決定要自強自立, 於是乎醫院走出來, 李美珍坐車回老家, 第二日回到娘家, 抱著有個媽媽在哭, 一句說話都說不出, 個媽媽都知道女兒手很大委屈, 但是個媽媽都知道離婚在村內會被人看不起, 於是乎亦都想勸女兒看開一點。 而她老公的家人就不想無緣無緣無一個可以做牛做馬的媳婦就叫兒子, 帶自己兩個小朋友過來勸她回家。 李美珍一方面不捨得自己兩個小朋友, 另一方面由於世俗眼光, 最終選擇妥協, 就和她奶奶達成協議, 和老公分居兩地, 自己帶著兩個小朋友在老家生活。 由此之後十年的折磨終於告一段落, 李美珍不想這樣平平凡凡過她下半世, 之後她在老家附近做散工, 她覺得這樣才叫似一個人。 而這時候村內組建了一支高橋隊, 需要一個身形苗條樣貌出眾, 和聲音不錯的花彈李美珍知道後報名, 終於得償所願。 有一次她在隔離村表演, 偶然間看到一個年輕女在喪事上, 一直哭,一直在讀悼念的詞, 真情流露,感動了附近所有的人。 後來她知道這種職業叫哭靈人, 李美珍立即動心, 於是見逢插針和女仔聊天, 也知道對方原來都是苦命人, 沒讀過幾多日書, 是為勢所逼才入了這行業。 李美珍也下定決心要去找一份這樣的工作。 見李美珍和她一樣那麼苦命, 又真心誠意想學哭靈, 那女仔答應她帶她入門, 就拿了一個唱詞遞過去叫她嘗嘗。 沒想到李美珍看了幾句唱詞已經感同身受, 然後想起自己的婚姻經歷, 嘩一瞬間哭到整個臉都是眼淚一不成聲。 而她的表演得到哭靈的女仔肯定, 還說李美珍是天生的哭靈人。 好快啦, 在這個女仔的介紹下, 李美珍接了隔離村一單喪事哭靈。 這個哀樂響起的時候, 李美珍想起媽媽生活艱苦, 又想起自己被老公家暴了十年, 再加上當日是下雨。 李美珍跪在人家的臨前好傷心, 哭了半個小時, 這一份這樣的真情流露, 令家屬好滿意, 覺得她做得好好。 而事後, 主人家好滿意李美珍的哭靈, 就給了七十元做報酬, 七十元。 在二千年, 農村來講, 不是一個小數目, 他是第一次憑自己的本事去賺到錢。 李美珍更加堅決要入這一行。 哭靈這一樣東西看起來好像沒有門檻, 但其實都要看公底的, 不單止自己要了解死者的過往, 唱個悼念詞出來, 而且哭的節奏和程度也要帶動全場人去哀悼死者。 而李美珍就憑著自己的毅力和對未來的憧憬, 於是他幾乎沒有停過, 是很順利地哭完一場又一場, 也不會叫辛苦, 經過無數次的現場鍛鍊, 李美珍終於成長成為一個很出色的哭靈工作者。 而李美珍的這個工作, 可以講得想令他見慣生離死別, 所以他更加珍惜生活。 對他來說, 真情流露不單止是對家屬悼念死者的尊重, 更加是送別死者的最後一程。 有一次他被人請去跟一個大企業家做哭靈, 聽說他的一對子女在靈堂下不出來, 所以專門請一個哭靈人回來, 因為這個企業家整輩人創業進取, 為的就是想子女衣食無憂, 而這對子女因為他就養鑽儲幼, 從來未受過苦, 所以面對親人離世, 他哭不出來。 所以李美珍在現場必須要替這對子女用哭靈 去承擔起哀悼父親的重任。 還有, 跟親友說, 這個企業家到底怎樣白手起家, 去送他最後一程。 記憶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有個男人請他去為不幸逝世的老婆做哭靈, 兩個人很早就在一起, 但父母反對, 中途經歷了各種波折才修成正果。 步入婚姻之後, 婚後兩個人生個對子女, 整家人幸福美滿。 但他老婆三十幾歲的時候, 由於身患癌症, 老公變賣了所有家產, 花了百多萬, 都救不回老婆在喪禮上。 老公就不斷被人質疑, 他可以說得上是整個人呆了的站在老婆的靈前。 但李美珍好明白了, 這個男人太過悲傷, 他接受不到老婆死了這個事實,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選擇麻痺自己, 是給不到任何反應出來。 而李美珍亦都將自己代入了這一個故事, 就幫個男人哭了一場去送別老婆, 他講到每一次自己都是花至肺腑的哭, 而他哭的時候亦都會想起自己的出身, 和那十年過得多麼辛苦。 而他每次哭完嶺, 都會穿上一件紅色的套裝, 在這裡走一圈先。 一場又一場哭嶺之後, 李美珍在老家場落的名氣越來越大, 出場費由最開始的幾十元, 就升到現在的三千元一場。 他靠著哭嶺人這個職業為兩個兒子, 買樓、取媳婦, 而且還翻身家裡的舊樓。 現在年過五十的李美珍生活相當好, 他由二十八歲開始一路做到五十歲, 他一個月有十幾場哭嶺去做, 有空的時候他就湊一下孫, 或者在一些視頻軟件上分享自己參加公益活動。 而其實他剛剛入行的時候, 親戚朋友、鄰居覺得李美珍做哭嶺很晦氣, 但是看著日子覺得原來越好反而開始妒忌, 而李美珍亦都沒有理其他人的閒言閒語, 因為自己生活開始慢慢變好。 其實李美珍做哭嶺人是不容易的, 沒有這樣的情緒, 你根本就完全沒有可能哭得出來。 還有一個月哭那麼多次, 對眼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呢? 不過都是那句了, 航航出狀元, 他就靠這個哭嶺人, 即是我們廣東叫哭喪, 就成功幫兩個兒子買樓娶老婆, 都幾厲害的。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